他的茶館在這兒演過呀 茶館票都賣得那麼好 我們這個更不會差了 我們這個茶館的 在購的都是買了明天的票的 各位看您的戲台 所以我特別有信心 對 看到他我特別有信心 這次出國演出是陳美思的處女啊 出國演出來說這是第一次 出國演出第一次 真的是嗎 出去旅遊不算 那還是出國的 剛才說這戲的排練過程確實是 這個 我們這個戲呢 有一特點就是 不會演話劇的還真不行 光會演話劇的也不行 可是不會演話劇的呢也行 我們這裡邊有個個別的啊 沒演過話劇 看過話劇 但是我們的戲有個特點 這個特點啊 這個一個是喜劇 一個是喜班後台 這個特點就把我們那個 好多東西給掩蓋了 我們好多觀眾看完說 唉呦 這一台演員全棒 我在旁邊扔著 這一台演員不介格都棒 有很多不怎麼樣呢 但是 他就完成了他那點任務 就夠了 他不是一好演員 但是他能完成他的任務 嗯 嗯 這個要來大家看不出 看不出我們這台上的這個 這個漏洞和問題 我在旁邊看著全是問題 哈哈 問題很多 所以我們每一場 都在跟這演員說 跟這演員說 都在調整 但是不怕 他這個擱在那兒 他就合適了 嗯 他剛才說的茶館 雷雨呢 在某種程度上 我們那些戲啊 真是很難演 真要求好演員棒演員演 那個是純粹的話句 而這個戲裡邊 有好多話題因素外邊的 啊 你比如說我那 那個他真演不了 我就是 下去三分鐘時間 自己就畫一棒棒 那個勾臉 這挺複雜的 還得穿上靠 啊 這個穿上胖 啊 啊 扎上靠 然後穿上後頂 那個 當時我 他非要演的 我真的很擔心 那後頂 那弄不好 就擱腳 您這後邊三場 那頭一場 您把腳擺了 您這不瞎了嗎 這個 陳美德上的這兒 哈哈哈哈 哈哈 這不行 那您這劇唱的也太棒了 那台底分不出來 哈哈哈哈 分不出來是專業 它是業局的 真是這 正好接下來 就是一個觀眾也問 就是那個陳老師 包括楊老師 你們都演過小品啊 畫劇啊 電視劇啊 電影啊 那您到現在演了個戲台 您最喜歡哪個角色呢 在哪個形式下去表演呢 還是話劇啊 還是這種戲劇活動 還是這種戲劇活動 是最好的 所以對於一個藝人來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能展現自己才華的地方 電影啊電視啊都差一些 你為什麼 咱們打個比方很簡單 咱不要說表演的那個 不要說什麼表情的表達 肢體語言 光綠這副好嗓子 我要演電影電視 你不都糟蹋了嗎 電影電視你可以找別人配音啊 是不是 我不是楊老師老替別人配音嗎 他的業餘工作 他有一項就是給那個 不會說話的演員去配音 配出來的人一看 都夸那演員 哎呦你演的太好了 哎呦 有的都捧成那個國際明星啊 也都是國際的男孩啊 其實都是他身兒是他 所以那個人家可能都是1234567899結束了 他得慢慢給人威威道來的 有點動情的表達 都是這麼演 都是這麼出來的 所以像我這個 我就覺得還是舞台最適合我 最能全面的展現我的才華 所以說你把戲台做成 國內目前畫的頂尖的一部作品 而且從市場上 已經解決過了 那靠一個人是不是就行了 是 整個這個團隊 整個這個團隊 這牛別知道了 不不 現在這個牛已經可以吹了 因為確實是 不敢說不敢說 市場上已經做了好事了 電視電視還真不能接 他掙錢啊 光演話劇真不行 所以這個 演個電視電視再來演話劇 聽過癮啊 他不說實話 但是確實說 這個 著多舞台表演項目當中 話劇是最難演的 他沒省段 你身條好 腰又軟 腿提力又高 跳芭蕾這樣 是吧 人家不知道 反正他就是 你功夫好 嗓子又好 是吧 又能唱 京劇啊 是吧 歌劇 對呀 歌劇啊 真的 別的藝術門類都可以 分開來表現 你只要這段唱好了 什麼事都沒有了 觀眾演哇哇的 話劇不行 話劇沒手 話劇 這個在台 在排練的時候特別為難 你得給演員反覆的說 告他你幹什麼來了 幹什麼來了 你在這跟他表達了什麼 然後你的交流內容是什麼 你還得告他這個人物的特點 所以這個 這個話劇 話劇在台上確實難弄 在台場是一個特別複雜的過程 我們這戲 當時排的時候被一個演員的那個 那個徐助長的那個 前前後 嗓子都給他 我嗓子都說壞了 你知道嗎 那孩子那孩子嗓子特別好 我嗓子都說壞了 確實很難 確實很難 不深入我們這行 不知道 我說這段實在是不行 讓他唱一段多簡單 對話劇難倒 小撇 我原來也倒過 在某種程度上小撇 更慘 那時間太短了 小撇 現在大家已經習慣了 形成對小撇的認識 是一個幽默短劇 出來一分鐘之內必須得笑 如果從頭到尾沒笑 十分鐘講了一小故事 觀眾不認可 觀眾一點反應都沒有 能在台上乾出一臉汗來 我演過那麼一兩個小品 這是二十多年前 將近三十年前了 演完之後就再不敢演了 太難鬧了 也就是他 那是經典 那是經典 落乾的小品 然後最後跟人還發點鼻竭 還呆了 你知道嗎 小品也很難鬧 小品也很難鬧 但是舞臺 還是太展覽了 能弄出這麼優秀的戲 沒有我還真不行 下面呢 觀眾有一個問題 可能有點尖銳一點 但是我覺得呢 您作為這個藝術家 作為這個行當裡的 給觀眾一個解釋也好 一個回答也好 他就說呢 確認很多 包括社會上 有明星 有演員 還有表演藝術家 就想聽聽兩位老師 是怎麼界定 這三種稱呼的 我們圈裡經常有一句話 說這戲啊 不太適合他 這是 被我們私下的稱呼 叫 叫 什麼 什麼型的演員 就是那個 他自己 必須得給他量身定過 他才能夠演了 這個 他的創作能力 很 很長 他只能演他這一類型的 這個 這個 這樣的演員 比較多 這個 能夠今天演 這個 一個軍閥 明天演一個種地的 後天演一個知識分子 這樣的演員 難得 難得 所以這個 我們開玩笑 比如說有的演員 是神仙老虎狗 啊 什麼種種演 這樣的演員 在話劇舞台上 特別需要 這個 咱就不能標那個籤吧 是吧 帥哥型演員也很多 你看他演什麼種演一樣 我們在私下裡 我開過一玩笑 我說你穿上軍裝演軍人 啊 這個 穿上白大褐演員 大夫 這咱說的比較內不大 咱自己欣賞就行 咱們購買了 我說不牛逼 我說 我出一題 三十晚上 一個 仨女 一個軍人 一個警察 一個大夫 這仨人都沒穿自己 那專業服裝 一塊兒 跟老丈人喝酒 然後這個 這場戲完了之後 觀眾能夠清靈之路知道 這是軍人 這是警察 這是彈奴 這表演就弄冰了 是吧 這就 這就烤出來誰的水平高 誰的水平低了 所以這個 話劇演員 他是不是我剛才說的那個 一個院團 就是這麼點泥 這麼點水 咱得活那麼多泥 所以這個 在話劇演團 不是誰最有名 最牛逼 說話劇演團有一句話 叫好演員 不一定是明演員 謝謝 謝謝 陳老師 您演了很多小品 現在演的戲台 就是有很多觀眾想問您 還有沒有可能再去 回去再去演這些 新創的一些小品 有沒有這種可能性 時間來不及 沒有時間了 因為再回去做那些事 那都是幾十年前的事情 對我來說 都是幾十年前的過去的事情 我給大家去評價吧 陳美思的小品是很高級的小品 但是再高級也高不及播戲 他用了那麼高級的小品 為我們這個戲 做了那麼多年的準備 出了一個戲 大家一定得看 謝謝 我也是融入了我們國家的這個戲劇文明的一個成長的這個過程 所以呢 這個也是我的一個榮幸 也是 所以回不去是肯定的 因為人已經都過了耳順之年了 所以再回去重新撿起幾十年前做的事兒 有點兒為難 肯定是很為難的事兒 另外一個把剩下不多的時間 再加幾十年前 快把加鞭 再搞出幾個好的劇來 是吧 這才是我的任務 謝謝 謝謝 現在的那個話劇呢 在我們這個所謂的80後啊 70後這把錢 對話劇都有情有度衷 但是在年輕人這裏頭 這個終時 要就是 我都想要買回來 你慢慢買回來 你們 我不真的 那你 想要買回來 我